今天對於SUV來說是相當熱鬧的一年 那我們今天為大家帶來的呢 是SUV裡面相對少數而且罕見的 七人座SUV 它就是Skoda Kodia Kodia這個名字呢其實是源自於阿拉斯家的中雄 不過Skoda後來把它的字尾的K改成了Q 那所以也就是大家現在看到這台車的車名這個樣子 在它的外觀部分呢大家會覺得說 它好像看起來沒有像中雄那樣的霸氣龐大 沒有錯 因為它傳承了Skoda那種很內斂然後簡約的這種設計 而且它的尺寸也沒有像熊那樣魁梧 怎麼說 它沒有像Q7也是Audio Q7 或者像Mazda CX-9那麼龐大 它的車長其實未達4米7 車高呢其實也在1米7以下 所以這樣子來說 你可以在停車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再來你家裡如果是那種機械車位的話 你也可以不用擔心說停進去很容易碰到之類的 但是也因為這種設定 這個車輛尺碼的設定 也代表說它就直接對上韓系的對手 Codia它跟其他廠牌這種大型 而且強調豪華的LSUV來比較的話 它雖然內裝質感不差 塑膠感也不至於太過濃厚 但是你可以在像一些按鍵的觸碰感覺 你還是可以感覺到它稍微是比較廉價一點點的設計 可是整體來說它質感還是不錯的 那它其實內裝設計還是藏有蠻多巧思 像它中控的這個6.5吋的螢幕來說呢 它裡面除了像有Android Auto還有Apple CarPlay這些連結功能 當你手靠過去的時候 它隱藏式的這些介面它就會自己浮出來 所以你可以很快的進行觸碰 那如果像副駕駛座前面呢 它有上下兩個置物箱 所以你有更多的收納空間 中空台下面這邊還有一個 也就是排檔座前面 這邊它有一個無線充電座的設計 所以你手機也可以在這充電 那如果是第二排的乘客呢 它前面會有一個小餐桌 但是這些配備以外 我們覺得更喜歡的是它的車門設計 首先呢它前面兩個車門 它在門板的地方 它有兩個可以讓你把折疊的雨傘塞進去的地方 再來我們覺得更棒的就是說 它四個車門其實它就有防鑽的碰墊 那你只要把門打開的時候 它那個碰墊就會自己生出來 關起來的時候它也會自己收回去 那大家要注意的話就是說 其實你可以很安心正常去使用它 但是你不要握著它 然後很快速把門甩上 這樣子那個碰墊還是有可能會被夾斷 但是你正常使用來說 它這個是非常實用 而且我覺得非常棒的設計 大家如果認識Skoda 就會知道它是一個很重視安全的品牌 首先呢它像有盲點偵測系統 那在中空台下方它有一個按鍵 你只要按下去之後它就有360度的環景 再來你還可以手動切換到它車頭的一個鏡頭 所以你在出入入口的時候 就可以看清我們旁邊有來車或行人 它還有從駕駛到第三排乘客都可以保護到酒氣囊 但是它也不是完全沒有缺點 像是說它的中控介面都是英文的設定 再來因為它也是因為在福斯集團以下 所以它像ACC這些配備還是沒有的 我人試駕的Codeac呢 它是搭載一具2.0 TSI的引擎 但是這具引擎呢 因為它是採用米熱引擎 所以你在低轉數2000轉以下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動力值是溫溫的出來 但是因為它最大 32.7公斤米的最大的扭力 還有180p的最大的馬力 它其實輸出是有重疊的 所以你在加速的時候會感覺它是線性的 所以也讓它在加速的部分 它可以很快的提速 所以0到100可以在8.2秒完成 我人試駕的這台車呢 它只是搭載了四輪驅動系統 但是這套系統蠻特別的 就是說它平常在巡航大部分是前輪驅動 那你如果是急加速來說 它會變成近乎是後輪驅動 但是你如果是在比較泥泥的路面上 它就是四輪 前後走百分之五十五十來說 但是它更厲害的是 當你遇到一些很齊緒的路面的時候 你可能只有單輪著地 這樣子它可以把85%的動力 都傳輸到那一個唯一有抓地力的輪子上 可以讓你快速的脫困 所以Codea到底開起來怎麼樣呢 這樣說好了 因為它前茅拉城後多靈感的這個懸吊 它持回饋很迅速 再來它轉向也夠精準 所以你開起來會感覺蠻得心應手的 可是呢因為它車體剛性夠 而且它底盤也是標準的O系設定 當你如果坐慣了日系車 或者說日系的SUV來說 你換到Codea上面 可能會覺得說它就比較彈跳 比較硬一點點 是沒錯 但是它其實懸吊還是Q刃的 當你通過像這些坑洞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它還是快速的把這些震動吸收掉 避免掉這種LSUV還有SUV車款容易產生的這種晃動震動 以它豐富的配備 然後再加上它的動力還有操控表現 都在水準之上的這種設定來說 雖然目前它的售價還沒有公佈 整體來說我們會覺得Codea是一輛非常均衡的車 不過呢因為最近的市面上的選擇也越來越多 當然Codea不是完全沒有缺點 所以我會建議消費者在選購車輛的時候 多比較其他品牌 應該會更容易找到你適合喜歡的車子 請下載erna 請下載erna 請下輩集團 不要忘了 照顧 Tgari 可樂 是